我膝盖骨碎了 怎么会这样呢 不知道 好 我背你 不要 皇上本想舒舒服服地坐个牢 顺便收集夏雷飞龙的犯罪证据 没想到被不明缘由的西妹生拉运转 身无可恋地带出了牢房 众人见状 很是诧异 得知西妹结育 纷纷指责西妹破坏好事 西妹很是委屈 搞得皇上很是憋气 我说的你不听 听了你不明白 明白你也不做 做又要做错 错了也不承认我跟你说 平时大大咧咧 嘻嘻哈哈的西妹被说得瞬间眼泪汪汪 满肚子的憋屈无人可说 就连大老爷都递了张纸条 指责西妹聘机私沉多管闲事 他说你是聘机啊 走地鸡海南鸡 我全都听过 我没听过聘机 皇上强忍笑意向西妹解释聘机私沉的意思 可西妹还是很委屈 向最敬仰的大老爷求证 没想到大老爷也是觉得戏妹多管闲事 搞得戏妹伤心欲绝 原来你们一个个都这么讨厌我 我现在就回梁彩县 我不在这里妨碍你们这些公鸡做事 你们高兴了 可没人欣赏的东西 总会有人为之陶醉 戏妹遇到一媒婆 把戏妹夸上了天 我保证喜欢你的人哪 从这儿排到惊认 媒婆的话让戏妹变得很是娇羞 可下一秒当戏妹碰到不平之事 便又恢复本色拔刀相助 只是没想到两个牙差居然要结色 其料媒婆掉下来的时候穿帮了 打破了戏妹对自己所有的幻想 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地做回自己 而当众人把戏妹赶走后 在大老爷的建议下 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正当雷飞龙带人准备抓到众人 动用大明十大酷刑之时 皇上击鼓鸣冤 倒打一把 指自己舒舒服服地坐牢 没想到被人结错语 还搞得遍体鳞伤 并巧言把赎金提升到一百万两 贪财的雷飞龙又是乐开了花 可雷老虎仍是不幸 晚心只想着要加重人的脚趾 索性凭借着皇上一手绝世好事 打动了雷飞龙的心 人生自古谁无死 谁人不爱霸大使 不爱银子爱银尸 见识人间蠢敦二人 一边是一百万两 一边是加几个大男人的丑脚趾 决定再给皇上三天拿出赎银 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原本计划拖延时间 等着恩师湖南提督来惩治贪官 其料那么巧并死了 没办法众人只能收拾东西开溜 可没想到雷老虎早早的 就等着抓起众人 动用大鸣十大哭泣 抓绑绑啊 哈哈哈哈